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盐 现在的录音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10分 涨108点 昨天跌270点 今天涨108点 回来大概超过1.3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家都在休息 今天南韩、日本、大陆都在休息 只有香港、新加坡跟台湾 今天有交易 所以感觉比较冷清 那这种DIY的行情 别人都没交易 只有我们自己在交易 也好啊 DIY的话就看自己的本事嘛 看国内买器是不是够足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开低走高 道琼早盘跌300多点 可是尾盘拉上来 原本在收盘前还一直都平盘 零收盘前一个小时急拉 翻红 连跌2天 道琼跌了900多点 多了点啊 所以跌身反弹 纳什达克涨1% 分成报道提涨1% 所以科技股相对是比较强 所以对台北股市今天表现 是比较有利的 昨天外资卖了370亿 这个动作很大 所以可见外资企图要把台北股市 再压低 那种企图心是很明显的 所以操作上你不要看到今天强 然后你就追千万不要 这波涨幅50%以上的 就都不要堆啊 省得危险啊 因为外资这次被干洗手之后 他随时都会想要把台股再压低 所以涨高的股票就不要去碰了 因为随时外资都会出 不利的报告出来 这点很重要 那今天行情各评本事 我们来看今天 药华涨了6% 最近有没有发现到 强势的股票焦点里面 除了防疫概念股以外 很多投机股 很多低级业绩很差的 那这些业绩差的 为什么最近这个多礼拜 拼命的涨上来 为什么 因为两周之内 所有低级财报都要发布 那你如果业绩差的 发布出来一定是烂消息嘛 对不对 一定是烂数据嘛 所以烂数据在发布前 股价先拉高 否则等数据发布就来不及了 所以最近很多股票在急涨 你要特别去注意它的财报 它前三月的营收 不要人家是拉高要偷跑 你拉高你跳进去 那就完蛋了哦 像药华也是 药华今天涨6% 药华前三季的业绩 掉了24% 那掉24%剩下36亿 36亿可以说是 三年来最差的一季 所以估计第一季的EPS 可能 两毛钱可能都没有 所以你不要在它 人家要拉高出货的情况之下 你还跳进去 那就不好了哦 所以第一季财报陆续 在发布的过程当中 你要找什么 找业绩很好的 那怎样能够看出业绩很好 第一季业绩 第一季的营收 很明显成长的嘛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好数据 那股价还落后的 你要找这个 不要业绩衰退 看到涨绩去追 那就很麻烦了哦 好金控股的部分 昨天跌今天也全部都上来了 富邦金国泰金中售 这三季的营业绩都要求 好金 好这个 金控股第一季财报 都已经发布完了 好所以它的 财报数据 其实都已经很透明了 JMOSFIT很强 从大宗杰利尼克森 杰利的财报已经发布完了 那会在财报发布完之后再涨 很有可能是 4月的营收 预估也会不错 好可是 MOSFIT这一波 像杰利已经涨很高了哦 已经来到年限压力的 就不要再堆了 这种涨高尤其 指标都已经 到顶了哦 就不要再堆了 省得危险 因为指标早晚要修正的 你去追高到时候遇到修正 你又靠在上面 得不偿失啊 得不偿失啊 茂林目前涨5% 可是茂林这一波也涨很多了哦 起床就不要再去堆了 尽量找底部的 5G的部分 穩帽 涨3块钱 操纵涨1块半 台光电涨2元 其实都涨的不多哦 所以我跟大家讲 五金概念股不要追 等修正之后 等修正 我再来带大家买 你看双红 涨了77% 指标都已经到顶了 上面 年限跟半年限 在上面等着 这种大压力在 所以5G的股票不要追 5G的部分要特别留意的是 台光电 台光电相对没有涨那么多 可是相对它这一次 回的也是比较快 很快就已经回到相对高点 台光电今年在5G的订单部分接很多 三月营兽已经率先创历史新高了 今年台 金元电 讲错掉 金元电今年业绩会很好哦 因为收费到5G的部分 业绩会很好哦 这有下来 三四块三三块 都可以收 特别提醒大家 那齐邦昨天发布财报 财报数据很好 1.4 昨天大量 可是外资却大卖了1万多张 所以可见的外资 对于电子股来说 那我们要把它打压下去 的心其实是很明显的哦 所以如果不是 业绩好的落后不涨股 千万不要去追高 你看联军 昨天大跌今天还是跌 涨多以外 业绩也是很差 去年剩下1.6元而已 第四季只有三毛钱 第一季营兽更差 比第四季更差 那才赚一块钱 北比六十几倍 这个千万不要去 看到涨就追进去 你要记得啊 股票投资 就如同在投资一家公司 投资一个产业 懂的是没 那股价在交易过程当中 是涨涨跌跌的 股价早晚会反映公司的 营运状况跟未来 所以业绩很烂的 股价潮很高的 那股价都会滑掉 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现行的涨高 然后就跳进去 这样就不好了 好今天被动元件很强 我们来看今天被动元件 因为今天被动元件的部分 昨天国劇发布财报 这个财报数据还不错 5.5 5.5的数据 其实也不能讲 是有成长啦 不能跟第四季比 因为第四季2块钱是因为 有一些业外亏损 第四季10季的业绩大概应该有4块半 那今年第一季的营收跟第四季差不多 EPS5.5毛利有提高一些 可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2492的华星科 华星科第一季的财报很差 创下9季以来最差 只有1.95 第四季是2.35 那一样是被动元件 报价应该是差不多 怎么一个是毛利涨 一个是毛利跌 一个是获利成长 一个是9季以来最低最差 所以看了让大家觉得 让我有点觉得罗生门 所以被动元件的部分 多观察一下 多观察一下 不要急 那今天日本没有开 所以没有办法相对去看 日本的两家 太昂佑店跟春田制作所 可是国际一涨之后 被动元件小股票全部都跟着上来 这波被动元件涨幅也不小 不要过度去追高 较危险啦 大力光 大力光这波比较没涨到 因为老板大嘴巴 也不想大嘴巴 他讲实话 说第二季比较差 所以让股价完全都被闷住被压住 可是有老板这一席话之后 股价要涨 恐怕也不容易了 这个对大盘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还是在防疫概念股 口罩的恒大康纳箱一开又涨停 盛宏反而是跌的 因为盛宏昨天发布财报 三月份因为涨太多了 三月份亏损0.2元 所以我说口罩其实没有那么好赚了 那盛宏他主要是靠子公司闽城 可是闽城占他的一个 公司股本比例其实不高 所以贡献其实不大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不要再堆 我就是担心财报的部分 果然间是呈现下跌的 那恒大康纳箱业绩也不好 为什么能够涨那么多 因为咬到康纳箱 这插街头起了 恒大康纳四千几天 前两个月才0.26 所以股价炒过头 问题是有康纳跌有恃无恐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跟大家讲 不是放空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做空 多危险 那康纳箱 康纳箱第一季 我估大概也是三毛钱而已 空单八千多张 所以有恃无恐的嘎空 所以现在口罩已经走到 变嘎空的一个走势了 那名城目前涨20% 因为新贵没有涨跌幅 这个地方反而我会比较注意什么 注意远东新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远东新 远东新间 我们昨天就开始买了 这个涨幅还严重落后 目前涨2.16% 远东新是全球 口罩不织布最大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口罩的上游原料 不织布 但不织布不是重点 更重要的是 口罩它真正关键是熔喷不织布 中间那一层嘛 对不对 远东新最近研发了一款 SMPS 超细纤维的不织布 可以挡住病毒超过70% 未来有机会 会取代 熔喷不织布 这个就是关键 而且它最近提供了 30万吨给国家口罩队 来做使用 那未来有机会 一条龙 从上游原料到口罩 自己一条龙生产 这个利基更大 那尤其 远东新 每股净值高达 38.2元 净值38块 现在勾结到25块而已 大盘涨了2000多点 居安示威是必要的 所以要考虑安全性的 就算大盘不好你也安全 可是大盘好的时候 还有机会逆施工 我觉得这种股票 口罩股 易军突起的这一档 最上游原料 远东新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那瑞德西韦 在美国还有日本 应该可以取得药症 而且会开始针对患者 开始在做试用 开始在做治疗 那这里面两支股票 国内两家 有能力可以生产瑞德西韦的 一家是中化生 另外一家是 4746的台药 两家公司 因为这个消息都已经 飙了一波 可是业绩都不好 那些不是都了解的 中化生也是一样 这种赔钱的股票 涨到五六十 叫我没人家说 我真的没落去 而且瑞德西韦 如果纵使有效 我比较质疑的一点 什么你知道吗 我比较质疑的是 国内疫情防得太好了 那瑞德西韦他可以透过授权 世界各国他们自己的药厂都可以生产 所以你说外销也没有什么可以外销 那本土的病例本身来说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有那个技术到底能够对获利有多大贡献 也是有比较质疑的地方了 那反正要注意到的是 六四五位康友 因为瑞德西韦在治疗上面是透过静脉注射 那大陆的人口13亿全球最多 康纳像是大陆前三大的大数亿的公司 这未来在治疗上面 就会取得很有利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股价是这一波里面 获利最好股价比较没有涨到的 大家可以不妨可以多做留意 现阶段的操作记得 指数涨了2000多点之后 起罐的不给他堆啊 你要找那种底部刚要起涨 尤其要进入旺季的 像玉琦 还有金龙骨 还有刚才跟大家讲口罩的远东心 这种底部刚要起涨的 尝过安全安心 涨高就不要再追了 省得成为最后一日老鼠就麻烦 你可以跟上铃银 囤积基欧股588的活动 我来找大企固50%的股票 我们在哪里谈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